包括你的时间跟生命都要舍 你既然生命跟时间都舍的话 还有什么可怕的? 还有什么是可以怕的? 这个佛陀的弟子当初洪华 到很恶劣的地方去 他们都不怕的 他说没有关系 赔了生命也可以 这个就是洪华的精神 要能舍 舍是什么都要舍掉的 所以没有这种精神来当阿瑟雷是不可以的 这五个基本上的条件 你都要清楚 这个是最起码的 起码的上司 这个有阿瑟雷 这个阿瑟雷亚 大阿瑟雷 金刚阿瑟雷 这个有层次分别 你第一个最起码的 这个阿瑟雷 你懂得所有的这个做法 密法的种种仪鬼 你都清楚明白所有层次 你都清楚 你可以教人 最后的这个 像这个大阿瑟雷 金刚阿瑟雷 理法 事法 通通要清楚 理事 你也实修 通通都清楚 到最后 你还要了生托使 你还要成为大慈民金刚阿瑟雷 成就 跟自己的慈民佛 一样的等于佛的地位 大慈民金刚阿瑟雷 这个才是 应该讲起来 才是真正的阿瑟雷 真正的上司 也有这个弟子 很远地方来求上司 他说 我说好啊 你求上司 我问你啊 你归多久了 他说七年 好 我问你 你度多少人 他说 我度七个人 一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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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个也不错啦 总比没有好 我问 我就再问他 那么你修持呢 情形怎么样 他修持是很精进 但是他的口齿不轻 口齿啊 讲话啊 口齿不轻啊 口齿不轻也不可以的 因为当个上司阿瑟雷啊 一定是要口齿要清楚 他也可以出去弘法度众生 弘法必须要具备了很多种种的条件 那么他的是不是法器呢 你确实是真正的法器的话 你一定是样样通通都具权的 来求上司是可以 便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要看你是不是复合上司的条件 所以现在就是比较难了 现在就是比较难了 要经过种种的考核 你确实是 就是复合这些基本上的条件 另外呢 按照以前这个根本系里面有写到 以后的阿瑟雷必须要福慧具权 慧就是你的知慧 一定要具权 这个慧啊 知慧从哪里来 很多地方来的知慧 你这个慧 你这个慧力够 你能够懂得所有的佛法 通通可以演法 要慧你的慧力够 你不能说你只有程度很低 那么你只能不能 那个知慧不能发挥出来 你没有办法去服众 这个就是你的慧力不够 没有资格当阿瑟雷 还有福 你这个阿瑟雷是做什么的 他是在厨房里面煮饭 在厨房里面当厨师的 你是当waiter的 金刚阿瑟雷很尊贵的 不可以当waiter 你的资粮要够了才可以当阿瑟雷的 根本系里面有提到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养佛你自己 如何将你的福跟慧去加持天下众生 你没有福分你自己是穷光蛋一个 你如何有这个福去加持天下众生 你没有这个智慧 你如何用你的智慧去加持天下众生 所以你加持众生的时候 就是用你的智慧跟你的福分去加持天下众生 所以我们以前的这个金刚上师有的是当司机的 当司机 也有是当这个卖杂货的 也有当waiter waiter也是服务天下众生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在给人家点菜的时候 你已经失去阿瑟雷的这种资格了 所以记得一定是福费俱全 这个法器要显现出来 将来才是可以赴法的 把这个法赴给他的这些人 那么在传法上面也是一样的 在传法上以后也是要看人传法 不能够这个随便传 因为你这个本尊还没有相应 我就传给你内法 这个就是已经超过了 那这个内法还没有成就 我就传给你金刚法无上密 这个也不对了 因为这个保证是肉丝的 那么你没有金刚法跟无上密成就的话 我教你这个大盐满的放光 这个